好 哈喽小伙伴 今天呢给大家讲解的拆车视频呢 是我身后这辆非常奇葩的奔腾T77 那具体怎么奇葩呢 那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真的 这是最奇葩的车 没有之一 好 我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前杠啊 那前杠呢是我们拆过的这么多车里面 最奇葩的前杠的拆的方法 没有之一 当然呢我们先说一下比较普通的啊 首先跟大家说的是 当然呢这个我们已经都拆完了 现在实时给它还原了 然后给大家一块一块一块的去进行一个分解 首先呢说边上这个条 当然说拆之前呢 先要把边上这个条给拆下来啊 但是边上这个条里面的卡的材质奇差无比 大家看啊就这个所有的这种卡扣 基本上已经都完蛋了 然后里面这个 看见没有已经碎了 已经碎了 卡子留在上面了 然后后面这块呢已经碎掉了啊 然后这块看已经都出了白印了 基本上就完蛋了 所以说这个车的材质是非常差的 但这边呢 的确没有太多的螺丝 螺丝呢只有这边这一个啊 这一个螺丝 然后给拆下来以后 后面这块呢有几个螺丝 拆下来以后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OK 那边呢当然呢也是相同的方式 当然呢底上呢还是有一些常规的一些卡子 这都没有什么 这都没什么可说的啊 简什么拆什么 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奇葩的地方是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这个呢的确是一个防风或者隔音的一个材质 但是大家看啊 它是跟车身是粘上的 是粘上的 也就是说这一块是拿不下来的 如果说想拿下来完全拿下来的话呢 一定要把这块给撕开那撕开以后再粘上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好现在呢重点来了说前杠到底怎么拆下来 刚才呢这边跟这边螺丝拆完了以后呢 首先你要把上面的一些螺丝给拆掉啊 非常重要的是歇尿第一动作一是想要把这几个螺丝拆掉 拆掉完了以后呢这一个前脸是要是就能拿下来了啊 是啊不对不对错了啊错了 动作一这个这个是最奇葩的啊 刚才刚才是动作一是先要把这个牌照架子给拆下来 小伙伴说的那我已经上了牌怎么办呢 对不起您呢您把这个牌照拆下来 把这四颗螺丝给拧掉记住一定要拧掉这四颗螺丝 是因为如果说你不拧掉这四颗螺丝的话 你这个前脸拆不下来的好我们先说前脸啊 但是呢我们当时拆的时候呢是使劲把它给蹬下来的 是把使劲把它蹬下来的 小伙伴可能会说哎说你这不是蹬下来的 但是注意啊如果说你要装的话 你记住这一个卡扣这几个卡扣 你要想塞到这里边是不可能了 一定要把这个拆下来以后 拆下来以后然后才能再把它给装回去 拆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拆这牌照架 但是装的时候是一定要拆这个牌照架子 所以说有牌照怎么办对不起 四颗螺丝丁全部打掉全部都要拆下来好 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把这一个东西给拆下来 分明有一颗螺丝两颗螺丝 然后这三颗螺丝四颗螺丝五颗螺丝六颗螺丝 通过这六颗螺丝把这一个东西给拿下来 看见啊把这颗东西拿下来 这是非常奇葩的一个东西 然后拿下来以后需要把这一个螺丝和这一个螺丝拆掉 然后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是卡扣 它的卡扣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给大家看啊 它的卡扣是这样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螺丝 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螺丝 而且这个在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起的 如果说你以为它是个螺丝的话 你就拧啊拧啊拧啊拧到天荒月老 你也得拧不下来 所以说呢它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劲儿翘下来 然后翘下来以后记住这边有一个螺丝 这边里有一个螺丝 然后前杠才能够拆下来 记住啊这是我说的步骤 一步都不能差 一步都不能差 否则的话呢前杠是非常非常难拆的 记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坑地的 就是这个拍照价 你说我都上盘了对不对 我可能要换一个前杠 为什么这个也是啊 好那如果说前杠需要维修啊 需要修点里面什么东西 简单中呢是需要拆前杠的话 真的维修工真的又得骂这个工程师一万遍 真的不仅仅要拆那些 最可惜的是还要拆这个架子 就拆这个架子 如果你不拆架的话 我给大家再看一遍啊 是因为这个里面看没有 是有几个卡的是要塞在这个份里面的 我刚才吞出来的时候好吞 但是再往里塞的话就是很难塞的 好就是前杠的步法 就是这个车非常非常麻烦一步 好我们现在呢去后杠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后杠啊 后杠呢我们已经都拆完了 那也跟大家去说一下 拆的方式吧 首先呢拆后面呢 也是跟前面差不多啊 需要先把这个装置条给拆下来 那也是同样发现一样的问题就是 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差的 就是又软又不结实 又软又不结实 这么一个材质 拆下来以后呢 记住啊 这个卡扣是非常奇葩的一个卡扣 那如果说你把它蹬的话 这个一定会留在上面 一定会留在上面 是因为这个里面 这个位置是非常软的 如果说你要想安回去的话 就必须要把这个给打开 然后这样看没有 放回去 然后这么时候呢再给安上 所以说呢 你看就是又是又会碎好几个卡扣 就说这个材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差的啊 然后打开完以后呢 这块打开完以后这边有一螺丝 这边有一螺丝啊 记住这边有一螺丝 然后表面的螺丝 下面螺丝也都拆完了以后呢 记住啊 这个车 灯是一定要拆下来的 灯是一定要拆的 拆的方式里面也比较简单 是通过这一个窟窿的位置 和这一个窟窿的位置 然后里面呢是有几个螺丝 有几个螺丝 拆开以后 灯是比较容易拿的 把灯拿下来以后 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尖 又不是猪一样 就满身鞋 看完下 拿下来以后呢 记住啊 这边是有一颗螺丝要拆下来 这边是有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呢 是一个橡胶垫 是一个橡胶垫 这个橡胶垫呢 是跟这个会接触的 一个橡胶垫 然后这边是一个卡扣 这边是一个卡扣 拆下来以后 然后后杠呢 基本上下来了 但是后杠呢 又是一种特别讨厌的 就好多好多的卡扣 需要把它都拆下来 好 这是前后杠的部分 那么现在呢 去侧门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说一下前后门 那当然呢 前面呢 我们现在已经都拆下来了 主要跟大家说几个难点 首先呢 这一个门上呢 一共是有三个螺丝点 第一 是上面这儿 有一个常规的螺丝点 然后呢 这有一个小盖 拆下来以后 然后这个位置 有一个常规的螺丝点 也是可以拆下来 记住啊 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难拆的 非常非常难 因为它这个特别特别长 赵是吧 那个 OK 好 就是这个试板 记住啊 一定要非常非常仔细拆 因为它是一个ABS材质的 而且非常脆 所以说一定要特别小心 只因为那么好的话 这个会折了 折的话还挺麻烦 一件事 然后这个拆下来以后 记住 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螺丝的位置 而且这个 这个呢 也是一个螺丝的位置 所以说这一个门上面 一共是有四颗螺丝的 注意一点啊 就是这一个是非常的脆的 所以说拆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OK 好 那拆完这个以后呢 剩下的呢 基本上就是升翘就行了 但是呢 还要注意啊 这个还是的话 这个车的材质是非常差的 材质非常差 所以说在翘的时候 要格外的小心 格外小心 尤其是这个边上这颗螺丝 还有后门的这块的螺丝呢 需要用翘棍非常小心的 去给它翘 就是生生的往来瞪 注意还是要尽量不要这么做 是因为这个卡都不怎么样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让T7C的一个 整个拆解的教程吧 当然说呢 也不能说是教程吧 只是说呢 让大家 带大家呢 少绕几个弯 如果说韩国话呢 如果有DIY 需要小伙伴呢 尤其是对前后门 有DIY需要小伙伴呢 比如贴纸质板啊 隔音棉什么的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个非常长的内纸条 那前后呢 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 真的 这个前面 前杠的拆解 是我到现在为止 是江湖的最西趴的拆解方式 没有之一 好 这就是这辆奔腾的T7C 好 我们下一个车再见